謝市長是否會要您市長當西融市政的永久顧問 我覺得我比較要把他界定是我市政上的這個大哥 跟他這個好好的請教 有實質的這些知識的傳遞跟傳承 那非常感謝市長剛剛在這個市政交接上 就是也有在哲層會節參議對於未來的工作的討論上面 這個給予我們很大的協助 大家也是希望能夠盡快的盡速的 然後有效率的進入工作崗位 那我也特別有跟市長拜託 需要更了解的地方 我可能還是會打電話來請教一下市長 我想這個我讓兄客氣了 這個我畢竟是八年的基隆市長 所以我也一直在這個跟大家來說明 未來不管我在任何的一個工作或者是崗位上 甚至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公職 那我也還是一個基隆市民 我會以任何的一個身份來協助基隆未來的一個進步跟發展 讓他們能夠這個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能夠了解最多的一個業務的一個狀況 也立12月25號上任之後 業務的一個推展跟推動 我想基隆市的一個發展 是大家共同的一個願望 跟這個共同的一個期待 所以當然現在的市府團隊 我們會全力的來協助 未來我們新的團隊的所有成員的一個需要 也會讓整個基隆市政的未來的推動 能夠更順利的推展下去